还有停这个升降停车场可能要特别留心 在台北市京华街有一栋公寓的停车场 一名车主他车子开着开着 差点就坠落到地下室 因为这名车主开车要停到地下一楼 可是这个升降机的铁门打开之后 起降机没有就定位 驾驶没有注意到就把车子给开进去 车子就这样卡在半空中 吓得坐在车上的小孩嚎啕大哭 一台银色轿车硬生生卡在半空中 只剩下后轮支撑住整个车身的重量 画面看起来相当惊险 感觉随时都有掉落的危机 也更增添了救援的难度 中午12点多 一名陶姓女驾驶载着飞庸和两名婴儿 要来台北市京华街找姐姐 没想到地下停车场的升降设备故障 贴军门打开却没有起降机 驾驶没注意到就把车子开进去 导致车子悬在半空中 差点跌落三公尺高的地面 警销小心翼翼抢救 终于把车上四名乘客救了出来 索性都没有受伤 虽然升降设备已经有20年历史 但是都有定期保养 为什么还会故障 警方也要深入调查